不是会员开不起 而是顽杰文更有性价格 先葬后看 养成习惯 精彩故事现在开始 攻略龙傲天小说里的痴情与二失败 我一个人来到柳氏顶层的露台 脑袋中不断向系统确认着 只要这具身体毁灭了 我是否能就此回家 在得到系统肯定的回答之后 我开始挪动着脚步 朝围栏处走去 刚走了两步 身后忽然传来一声神笑 我回头 看见的又是一个老熟人 宋然 我没有血缘的妹妹 她在七岁时被我从垃圾堆里捡回了家 与我相依为命到十四岁 然后被豪门父母认了回去 在相见的时候 她已经是男主荣燕身后狂热的追求者之一了 从前我为了赚钱攻她上学一个人打三份攻的情分 也只够在出相见时令她激动一下 后来发现我果然如传闻中一样 是个极度荣燕的恶毒教司之后 她对我便只剩下嘲讽和防悔 如今在我与女二柳如烟的订婚宴上 男主荣燕被人绑架失踪的消息 轻易带走的宴会上的所有的 其中就包括了我的未婚妻 在离开之前 她甚至还攥着我的手腕眼神英致的脚高 最好不是你做的 她说完 便头也不回地离去 这是穿到这本书中之后 她第一百次在荣燕和我之间选择的荣燕 所以系统判定我失败 痴情女二之所以是痴情女二 自有她的道理 所谓的救赎不过是攻略者和系统的自以为是 想到这里 我忍不住面上扬起一抹击笑 看向面前宋燕的眼神也在不似从前友善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还在这里 但你最好少管我的事 我说 在慢点 就赶不上在你的男神面前献殷勤了 毕竟所谓的绑架 从来都是荣燕极其身后的荣家自导自己 目的不过是要毁了我和柳如燕今天的这场婚礼 等他们人到齐了之后 荣燕自己就会现身了 或许是从来未曾对我用这样的态度对待 宋燕面上一正 刚想说些什么 我却已转过身去不再谈了 如今攻略失败 我在这个世界里已经没有了留下的意义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系统见证了我在完成任务时确实尽心尽力 给我申请了免罚 只要在他给出的实线内脱离这个世界 我就可以免去被抹消的命运 只是我原来世界的那副身体 也已经因为重病活不了多久 想到穿书前 父母看向我时写满了心脆的温柔的眼睛 我忍不住咬咬牙 加快了冲向栏杆处的步伐 许峰你在做什么 随着我距离围栏处越来越紧 身后宋染的声音由一开始的不屑染上些许急促 他紧紧跟在我的身后 你又想耍什么花招 寻死命活这招对刘姐没有你不是早知道了 况且你做了那么多的措施 就算你今天直接死在这 也半点比不上龙哥哥 宋染的声音戛然而止 只因在他的视角里我没有半点 静止翻过了围栏 对着灯火璀璨的城市一跃而下 眼前的世界在无限的放大 呼啸的夜风将我的耳朵刮得生疼 却熄灭不了我那颗雀跃的心 我就要回家了 回到父母和朋友们的身边 将这些年受下的所有委屈 遗憾尽数遗留在身后 只差一点 我忍不住闭上眼睛 下一秒下坠的感觉被生生打断 胳膊被人拽着 连带着肌肉被牵扯的疼痛感 将我拉回这个世界 我睁开眼睛 看向半截身子被卡在围栏上 双手死死拽住我的宋染 放手 我平静朝着他开口 宋染紧咬着牙 一双眼睛因为太过吃力 变得有些发火 他说 许峰 这次算你赢了 你装得很像 但是这样做也改变不了什么 留解他 放手 不想再听见柳如烟的名字 我忍不住开始剧烈晃动起来 先前宋染为了抓住我 根本来不及多想 直接扑了过来 惯性的是他身子 卡在了围栏的间隙中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也几乎半边身子悬空 白皙的手臂还因为吃力不断地颤抖 此刻我一挣扎 他便彻底承受不住 忍不住大声吼道 别晃了 真的要掉下去了 眼见着我丝毫没将他的话听进去 忍略带着些撒娇的头吻 一如从前 他还住在我家里和我相依为命的时候 那时候的我将宋染是 做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情人 对他格外纵容 他也因此养成了爱向我撒娇的喜欢 现在我抬起头 对上少女那双翼 一如星辰般的眼睛 他也在看我 故作冷静的眼神下 还躺着某种气概 他在期待着我 想到这里 我快被自己的自作多情笑出声 我也确实笑了 直视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句开口 我说 你死不死 谁在我 少女的面上的血色在一瞬间退紧 像是无法消耗我的 宋染整个人直愣愣地看向我 抓着我的手的力道开始松醒 一时间 我的心头再度升起气带 眼见着她手指几乎全部要松开 忽然 一声惊呼从旁边传来 随即喊救人的声音四处响起 宋染也回过神来 重新一把抓紧了我 像是心有余记本 他看向自己刚才插些松开的手 眼神有些复杂 等我们俩双双被救上去后 他一该往日看见我就真正相对的动态 难得的有些沉默 在我试图趁人不被再度翻身 从护栏处跳下去 宋染拨开了人群 众目睽睽之下 不由分说攥紧了我的手腕 容哥哥的事还没有着落 你身为最大的嫌疑人 我有义务看好你 他说着 眼眶不受控制地发红 在发觉我在看他后 他便负气地跌过头去 某一瞬间 我在他脸上看见了些许难过 难过什么呢 我不由地自嘲笑笑 当初宋染身为宋氏独生女 被父母生意上的仇家拐败丢弃 女孩在平民窟流浪 被其他儿童欺负 被恶狗驱逐 到最后去无可去 躲进了巷口的垃圾堆里 剩下七月 四下都是飞银和臭虫 他宁愿忍受着垃圾堆刺鼻的气味 也不敢再踏出那条婚巷的范围一步 整个人就小小的一团缩在那里 和那些老鼠 蟑螂一起等待着腐烂 那时候的他唯一做出的努力 就是出生叫住了放学 从巷口经过的 后来我将他从垃圾堆里牵了出来 将他清洗干净 又将母亲从前的衣物改小了换给他 彼时的我也只有十二岁 把身为孤儿社区给的补助金一份 拆给两个人用 我是胎川 那时候的我还没有想起 自己攻略者的身份 我没有任何的金手指 为了让宋染能够有舒服 有肉吃 我每天放了学 就接头巷尾的走着去捡肺瓶 一到周末就去小餐馆中帮人洗盘 未满十八岁的童工是见不得光的 我的工钱比别人低上很多 洗上四个盘子 我才能拿到两分钱 而要洗上多少个盘子 才能够洗出我和宋染的前途未来 我不知道 只能麻木地一遍又一遍地拿起盘子 在冲水刷洗 腹下里餐馆温热的后厨间 吃亚转动的小风扇 和永远退不去的厚重油渍 成为了我童年洗不去的火 我也曾问过宋染 那个巷口路过的人那么多 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我 彼时还只是个小姑娘的他文言养头 朝我露出一个大大的笑 他说 他是在观察了很久之后 特意选中了 路过的人那么多 可他只相信我是真正善良的人 就是这样的宋染 在十四岁被接走后 再也没了音讯 从前口口声声说着 相信我是真正善良的人的他 在面对男主义 次次不可避免 与我产生的矛盾时 仅是犹豫了几次 便依然却然占去了他们的阵营 对着我高声谴责起来 诉说着他对我的失望于比 而现在 得益于执意要替荣燕看住我 在回去的一整段时间里 我都没有再找到自杀的机会 他叫来了好几个保镖 一路上盯着我 而他本人在亲眼见证了 我两次毫不犹豫的翻身跳过后 终于意识到 我不是在拨眼球 我是真的想自杀 他的对我态度一下子好了许多 甚至在路上 他还颇为耐心地开导起我来 他说 你从前虽然做尽了错事 可容哥哥并不是小气的人 只要你肯好好跟他道歉 大家还是能够回到以前来 我对他说的话没兴趣 一路上都在闭目养神 只在他提起柳如烟的时候 来了几分惊喜 颂染见状 唇角的效忠又多了几分自嘲 可我如今并不太想去理会他的心情变化 一心只想着柳如烟 那么爱男主的柳如烟 想来只要用男主激怒他 他为了男主杀了我或许也不 柳如烟毕竟是我的攻略目标 身为本书的病交深情女二 他有一个良好的出身 雄厚的家世和并不幸福的童年 容烟是他青春时代里唯一出现过的亮色和旧水 哪怕到后来 他成长为了随意便可 动摇一方的霸道女总裁 见过了形形色色的人 依旧不曾改变过对容烟的痴心 后来更是在为女主扑完路 等男女主大圆满结局落幕后 选择了一个人孤独的跳海结束此事 当初我是在高二男主容烟转去过来后 觉醒攻略者身份 那时候的柳如烟已经对待下雨天 宁愿自己淋雨也要给他递散的容烟一见钟情 可他对容烟的爱是影不有深情的 甚至他可以为了让容烟开心 接纳另一个他并不爱的奶 那个女人就是我 那时候的容烟误以为 我与女主谢书宇有爱爱 整日戒酒交仇 无论柳如烟如何安慰她都无济于事 到最后 柳如烟选择了追求我 将我这个总是与容烟做对的 她的情敌放在自己眼前看过 可笑的是 那时候的我还以为是 自己一直以来的所作所为 终于打动了柳如烟 还和系统打去说 果然只要用真心 冰山女神也能被打了 冰山确实是可以被打动 可惜并非为我而动 传来了佣人欢迎柳如烟回家的声音 下一秒 我手上的游戏机被一掌拍录 柳如烟精致的眉眼 骤然放大在我眼前 在我反应过来前 她将我一把推倒在地 窒息感从喉间传来 她双手用了实诚的力气 掐住了我的骨 鲜红的指甲嵌入了我的肉 我一抬眼 就对上了她那双泛着红的眼睛 她问我 你究竟把容烟藏去了哪里 原来是没找到人了 我忍不住勾起唇脚想 果然是男子 戏班子打好了 也不轻易现身 一定掉族人胃口才行 或许是被我的笑意刺激到了 柳如烟下手越发的狠 仿佛要真的把我掐死在这里 此足够谢她心头之恨 对此我倒是看得很开 直接掐死我 到时候不仅我能够被送回去 柳如烟这个渣女 也得接受法律制裁 后半生直接蹲进去吃饶饭 然后下一秒 一声惊呼声从旁边响起 宋染冲了过来 猛地将柳如烟从我身上推开 她满面的怒气 将我扶好护在了身后 柳如烟 你刚才差点杀了她 柳如烟本来正有些错愕地 看向自己的手 文言抬起头 目光在扫部沉默地 站在宋染身后的我时 重新变得冷漠 她说 宋染 许峰是我的未婚妇 我和她之间的一切都不关你的事 说吧 她越过宋染 静止朝我落下了命运 过来 我没再像同前般 对柳如烟呼之即来 身前的宋染再也忍不住 将我护得更紧 朝她吼道 你也知道她是你的未婚妇 你平时就是这么对她的 谁准你这么对她的 她安排人绑架了容烟 容烟到现在都生死为母 柳如烟终于也被她激怒了 那双腹精致的眉眼 变得有些扭曲 宋染 记着你刚回到宋家的时候 是谁主动陪着处处不适应的你 带你重回这个圈子中 让你免于被排挤的命运 容烟对你这么好 你别忘恩负义 宋染闻言沉默下来 面对容烟的事情 她总会轻易妥协 可是到了此刻 她在沉默许久后忽然出声 有证据吗 什么 我说有证据吗 宋染的声音变得激动起来 从头到尾根本没有证据说明 是许峰做的 你们凭什么一个个都只针对她 听到这话 我忍不住抬头撇她一眼 原来她是知道的 凡是要讲证据 可从前她无凭无惧 为着容烟指责我事 怎么就那样大意领人了 她对容烟做的错事还不够多吗 柳如烟的声音因为发怒有些嘶哑 这些年来 她无数次陷害容烟 抢走容烟的东西 这些有目共睹的事 每次都是容烟大度原谅了她 这样还不够吗 宋染沉默了 而站在她身后的我听见他们的争论 忍不住想要笑出声 容烟当然要原谅我 如果没了我 又有谁能来衬托她身为男主的伟大无私 就在我没了内心 忍不住要打个哈欠 说些刺激柳如烟来杀我的话时 宋染出声了 她说 我相信她 什么 这次换我不可知心 我相信许峰 我相信她是无辜的 宋染大声重复了这一句 站在对面的柳如烟 看向我们的眼神 逐渐变得有些优深 你可别相信我 我站在她身后 皮笑肉不笑开口 都咬定我是坏人这么多字 也不差这一次 说着 我就要越过宋染静止走出去 却被她紧紧拽住手腕 我回过头 她却不看我 而是直视着对面的柳如烟开口问问 一个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才会选择用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宋染也被她骗了 柳如烟冷声提醒她 可宋染没有理会她 只是自顾自解道 这一路上 我都在想这个问题 一个人如果委屈到连死都不怕 要用这种方式来自郑清白 那么只可能是 她说吧 顿了片刻 咽下语调中那抹心酸 方才接着开口道 只可能是她在此之前 经历了无数次被所有人误解 白孔莫变的场景 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 柳如烟 就在先前你抛下她离开的时候 她当着我的面跳楼了 她是真的不想活了 漂亮 我算是明白了宋染这一下午 眼神搁我身上不住乱吵 是在脑补什么 只怕是我先前跳楼石面上 那因为能够回家 发自内心露出的笑 也被她理解成 因为能够解脱而释然的恐笑 我看见柳如烟垂 在深刻的白皙 直接轻颤 看向我的眼神里 闪过一丝痛 忍不住想要出声 打断她们的脑补 可下一刻就被宋染 拽着往柳家大门处走去 她嘴里还不断说着话 她们不信你 这次我信你 许峰你跟我走 不了 这次换我一把甩开了她 在宋染惊诧的目光下 我朝她露出一个冷笑 我说 宋染你也别装好人了 我现在可一点都不信你 毕竟见她这阵长 待在她身边 我是别想找到回家的机会 还是现在处于圣怒状态下的柳如烟 更好被刺带 只要操作得当指不定 就能达成我回家 她蹲监狱的圆满大结局 被我一再拒绝 我以为宋染会愤怒 会像从前一样 对我按捺不住阴阳惯性 可是都没有 少女只是静静看向我 眼中逐渐浮现出水 我不会让你出事的 最后 她丢下这样一句话 便转身离开了 我回头 看向沉默的柳如烟 你和她关系不错 她的神色依旧浓漠 只是眼底的酸衣 似乎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 还行 毕竟是我养大的 这是我第一次 袒露和宋染的关系 一直以来 她走失在平民区的那段 不光彩过去 被宋家掩盖得很好 没人知道 她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 那段时光又是铜水度 下一秒 眼前的世界天旋地转 我猛然被柳如烟 推倒在沙发上 她的手掌再度流连在我的颈间 不同于先前的粗暴 这次她掐得很轻 甚至姿势颇有些暧昧 我睁着眼睛 无声同她对峙着 两久之后 她似是妥协了半 轻叹一口气松开了手 拇指慢慢骂撒过 我颈间先前被她掐出的瘀青 缓缓将头依偎在我的胸口 她说 我们不闹了 把荣燕现在的地址告诉我好不好 某一瞬间 我正在她的眼中 窥见某种生情 似乎在不久之前 她手持着婚戒 问我要不要娶她的时候 眼中也曾有过这样的生情 那时候的她说 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 只要你日后好好 不再做错事 我们就会一直幸福下去 可彼时的我已经明白了 她追求我 不过是为了荣燕的心 早已对她心思 可为了攻略任务 还是暗下感觉到屈辱的心 接过了那枚 她为了别的男人笑 逼来的求婚戒指 戒指套在手上耐克 某如烟如释重负的笑 甚至在众人的起控下 颇为深情的文物 虽然下一刻 她就被荣燕出车祸的消息 造成了 而今 我再度看向她的脸 缓缓露出一个笑容感 某如烟的眼神亮了 语调之中也生起某种袭击 她说 阿峰 你听话一点好不好 这次的事情 我可以不和你追究 以后只要你不再去伤害荣燕 我们可以一直幸福下去 做梦 下一刻 她的话被我的声音打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某如烟 你当自己在开后宫了 还要我和她和谐相处 有本事你就直接杀了我 别以为我不敢 她的声音冷了下来 哎呀 要不了我的命名就是孙子 我的狠花放了出去 只是没多久 整个人就因为历劫眼前一黑 彻底晕了过去 在我昏迷的这段时间里 系统提醒我 要加快行动脱离这个世界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 将醒的时候 我的头脑昏沉 有温热的手掌不断从我面上伏 偶尔还伴随着一个 吐息温热的亲吻 我想 这应该是我的幻觉 我攻略柳如烟七年 以男友的身份 待在她身边五年 她主动吻我的次数少得渴 甚至一只手都能数回来 可这个幻觉却越来越真实 甚至 我还能听见她带着无奈的声音 响在我的耳畔 她说 阿峰 我该拿你怎么办 我再也忍不下去 睁开眼的一瞬间 正对上了柳如烟眼中 来不及收回去的情绪 一时间我有些错误 在我面前 柳如烟从来是冷静克制的 我很少看见她这样的眼神 悲悯 憎恶 压抑 不忍 许多种情愫交织在一起 让她这个人看起来变得如此陌生 只是这样的陌生 也只维持了不过两秒钟的时间 很快 她的神色重新变得坚定 告诉我 容烟在哪里 她语调低沉似在蛊惑 手里却漫不经心把玩着一支注射器 见我的目光投了过去 她颇为贴心地开口介绍 一种只在上层社会流通的东西 一毫升变质千万 因为它可以让人在三分钟内受尽痛苦死去 而法医检测出来的原因 在她的注视下一把将针头扎进了自己的脖子里 柳如烟 告诉你个秘密 迷流之际 我看向柳如烟那双惊恶无措的眼睛 我说 从前 我对你好是因为我爱你 我知道 我知道 她颤声拥抱着我 回头高声喊着让人去喊一声 于是我靠着她的肩头 将剩下的话说完 我说 我爱你 可你也从来没相信过我 所以算了吧柳如烟 我现在光是和你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都觉得恶心 说完 我一把推开她 从她的怀中倒下去 我从她的怀里掉了下来 倒地的过程时间像是被放满 我能够清晰看到她面上的迷茫盒 悲伤 柳如烟也会为我感到悲伤吗 不管了 我想 我终于要回家了 小峰 小峰 恍惚间 我听见地下室门被撞开 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 是从小一直对我颇为照顾的凌家姐 也是本书的女主谢书宇 我听见她急不走来的脚步声 还有那急切到近乎破音的通道 荣燕找到了 事情是荣家的死对头干 你说什么 柳如烟颤抖的声音传来 接下来的对话 我已逐渐听不真切 意识变得很轻 我感觉自己的灵魂已经飘上半空 父母温柔慈爱的笑脸已经在眼前 我刚伸出手臂想要去拥抱她们 却被一股极大的吸力扯了回去 在睁眼 依旧在这副躯体之中 眼前是医院洁白的天花板 你醒了 一道温柔的女生从旁边传来 我转过头 正撞上解书与关切的目光 她穿着一身旗袍 鼻梁上架着银丝眼睛 身为本书的女主 她无需过多修饰 便自有一股子清冷贵气 可我现在无心关心其他 心中念着只有一件事 我怎么还没死 语气中是掩藏不住的浓浓失望 谢书宇替我削苹果的手 两久之后 她探上一口气 放下手中东西 上前替我噎了噎被子 低头温柔地看向我 这次的事情 我已经向他们解释清楚 柳如烟不敢来见你是因为羞愧 是他们对不起你 你不要想太多了 说着 她伸手摸了摸我的头 万事还有姐姐呢 我缩在被子里看着她的动作 忍不住露出一个讥讽的笑 我说 娜姐姐 你男朋友一直误导他人暗示凶手术 他是不是该出面在公众前给我道个钱 谢书宇的神色将助 这一次 他没能给我回复 一直以来 谢书宇都是这个世界中最维护的 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 小时候 我这个世界中的父母 还没有因为车祸意外去使 那时我们两家是邻居 谢书宇的父母忙于科研 总是很少有空管他 爸妈热心 看不得小孩孤独 就老是把他带来家里玩 后来我家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 他几乎每天都会在我家吃饭 我爸妈给我买了礼物 也会给他准备 甚至我家的客房中 还专门给谢书宇留了一张小床 那些他独自一人不敢入睡的夜晚 都是在我家度过的 作为回报 谢书宇也时常主动给我补课 他继承了父母的超高智商 自小便是学霸 在他的辅导下 我的成绩在当时的年纪也称得上数一数二 那段时光是那样的美好 最后却因为我父母的离世提前落幕 那是一个最寻常的夏季 一个雷电交加的雨夜 谢书宇的父母忽然给我父母打来了电话 说谢书宇失踪了 老师说他放学之后就正常离校 现在给家里打电话也没人接听 我们现在忙于科研正走不开 麻烦你们帮我们找一下孩子 爸妈接到谢书宇爸爸的电话的时候 我正趴在窗台边 看着外面电闪雷鸣的天气 心底莫名犯上一阵隐忧 妈妈也劝爸爸不要去 在这样少有的极端天气里出门并不安全 可对危险的顾虑最终也没有抵过对谢书宇担忧 那毕竟是他们看着长大的孩子 也就是那个雨夜 父母的车因为雨天路滑意外冲进河道 等到第二天天晴才被人发现 而消失了一整夜的谢书宇也在这个时候 他穿着全新的衣服 手足无措地看着接到电话含着泪从家里冲出去的火 事后 我问过谢书宇那天晚上做什么去了 他沉默了很久 最后他告诉我 那天夜里 他送了一个走丢的小男孩回家 小男孩的家在本市有名的富人区 谢书宇牵着他走了很长的一段路 终于找到了小男孩家的拥有 当他要赶回来的时候 外面的天空却下起了大雨 雷雨交加的天气令他止步不及 这时候 被他帮助的小男孩大方热情地收留了他 邀请他在自己家住下 第二天 他被小男孩的司机送回了家 一切却已经面目全非 那时的我听完这个故事 曾经红着眼睛问他 既然决定不回家 为什么不往家里打电话 明明我父母的手机号 他早已熟悖于心 明明他知道他们会担心 为什么一声不吭 谢书宇不知道怎么回答 只能一直低头向我道歉 在之后 他父母带着他匆匆搬了家 而我也因为被亲戚霸占的房屋 流落到了平民区 又过了很久 到我觉醒身份绑定系统之后 我才知道这一切的答案 原来 那天那个被他送回家的小男孩 就是男主荣燕 男女主命运的相会 从那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 当我的父母在雨夜里 一边努力从雨刮气下 便任前方道路 一边呼喊他的名字的时候 他正被荣燕牵着手 后者骄傲地向他展示着 自己那一件件豪华气派的玩具 年幼的谢书宇感受着 这些兴起玩意带来的冲击 一时间忘了许多事情 等到他再想起的时候 我的父母已经因为寻找他 被永远泡进了冰冷的河水里 我们一家本该在此之后便退场 远离谢书宇的世界 徒留他一人面对从此难解的心情 最后在男主的温柔 陪伴下一点一点走出阴影 可我却觉醒了 且再度出现在他们的世界 鄙视我为了能够靠近女二柳如烟 而努力考上他们的高中 却不想和谢书宇意外相遇 时隔多年 他依旧以我的姐姐自称 又是满心满意的亏欠 让他在人前毫不掩饰对我的恋爱 清冷的少女恨不得 时刻将我带在身边补偿 可他忘了 我们终究没有血缘 不是真正的姐姐 他因为赎罪而过分 失了边界的亲密行为 在他人眼中自有另一番解 荣燕就是在那时候恨上了我 经历了暧昧懵懂的青春时光 男女主本应该到了彼此 袒露心计的时间 却因为我的出现 使得他们渐行渐语 谢书宇给予我的过分关注 荣燕把握不住他的心 开始针对我 尽管我也解释了 甚至明说了 我不需要谢书宇这样 最态做作的数字 可事情依旧没有转移 所以当荣燕发现了 我喜欢柳如烟后 像是故意同我较近一般 他也调走了柳如烟 谢书宇有多关注我 他就要柳如烟有多关注我 柳如烟喜欢荣燕 荣燕喜欢谢书宇 谢书宇追着我要给我补救 而我想要救赎柳如烟 我们形成了一个十足的怪权 荣燕不耐烦了 他是我为眼中钉 又不想打破自己 在谢书宇眼中的好运行 于是开始一次又一次的 以身作决 不惜用尽一切手段 来使得我被孤立 被排挤 被驱逐出他们的视觉 他是男主 他只需要动动手指 就有整个荣家为他助理 而我只有自己 和一个指挥探情 男主怎么这样的 我的系统 最终 我臭名昭著 他也逐渐偏移了 自己本身仗义宽人的人生 这一次 荣燕诬陷我故人绑架了他 谢书宇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 让他主动改口承认 事情是荣家对头 我不清楚眼前的人 知道多少内密 于是我换了都问了 如果我说我和荣燕 两个人之间只能活一个呢 阿峰 不要再说这样的傻话 他喊我实面上带着恐笑 近乎哀求地看我 告诉姐姐 你想要什么 姐姐都会替你打场 文言我讨了回去 忍不住面带嘲讽开口 那你杀了我 谢书宇沉默了几秒 说 这个不行 除了这件事 其他都可以 我说 那你让荣燕来给我磕头 反正你要是不把我弄死 我就一定会把他弄死 阿峰 听着我一再针对自己的心上 饶是一直以来都清冷自食的 谢书宇也有些生气 他加重了语气 荣燕过去会做错那么多事 都是因为我 你不妨来恨我 下一秒 他惊觉失言 猛然抬头 面色瞬间惨白 可来不及 谢书宇 原来你真的早就知道了 我冷笑着看他 悬着的心终究还是死了 阿峰 他神情慌乱 想说些什么 可话在猴头转了又转 可终究什么都没能说出口 他当然说不出口 说不出那些我被冤枉的场合 他都知道真相 且在冷眼旁观 当初荣燕污蔑我 偷了他的名牌手 我主动打开书包证明 他却拿出一段 作假的监控指纹 后续还有莫名其妙的人 攀摇我和他们交易主带了手 他们甚至伪造好了一份交易记录 还提前从信息库里 掉出了我的补助卡 往里面打上一笔钱 我白口莫辩 背负着小偷的名猴 读完整个高中 诸如此类种种 原来你都是知道的呀 谢书宇 我笑着笑着 眼泪逐渐流了满面 这一次 我的心中是真的失望 父母在天有名 要是知道自己曾经 就是为了这种人牺牲的生命 又会有何种感想 谢书宇 我弟林家姐姐 素来挺直的姐妹 就这样在我的一字一句中 逐渐推她下去 她里逗得过呼风唤雨的龙家 他们倾尽整个家族之力为荣艳布局 每每带我开口解释 就会有更深的陷阱跳出 我只能眼睁睁看这些 家住我身上的雾酒驾身 但凡那时候 你肯替我站出来解释一句呢 他们不信我 总该信你的 你的男朋友是人 我就不是人吗 我活该遭受这些吗 我看着谢书宇 一字一句开口 她的手不断颤抖 想要靠近我 想要如同往常般默默地头 却被我一把挥开 谢书宇 你对得起谁啊 我笑着看她 眼泪却控制不住流了满脸 别说了 求你别说了 她脱下被浑身颤抖着 剧烈咳嗽起来 像是在忍受着强烈的痛往 我却没有听她的 继续开口 你既要在明面上补偿我来补平你 又要在暗处维护荣业 你两边都想要去 两边都顾不好 我倒了八辈子没才认识你这样的 忽然 谢书宇猛然起身 用力一巴掌打在了自己脸上 她的眼睛被自己扇飞出去 是我想要的太多了 无论是你还是容颜 我都没顾好 泪水一滴接着一滴 从她的眼中滴露 她仰头看向我 眸光破碎 近乎绝望 要怎么做 怎么做才能原谅我 求你了 阿峰 叔叔阿姨不在了 我只希望你们好好活下去 说着 她抽搐着的手伸向我 企图触摸我的衣角 这是她这些年来 因为心理原因造成的病毒 只要触碰到那些回忆 她就控制不住地抽搐颤 可我只是往后慢慢后退 居高临下看着她 我说 谢书宇 我不是傻子 我不会在心里的口头补偿 说着 我转身出了病房 留下她一人闷声倒在原地 浑身静暖 她大口喘着气 苍白的脸上翻着一样的红 她快要窒息了 却还是试图在我将要离开时唤住我 阿峰 她艰难地扯出一个惨淡的微笑 真的不能够原谅姐姐吗 还不带我做出反应 门外一个声音猛地冲了过来 一下又一下地对着谢书宇推嚷起来 是偷听了整个过程的颂染 她坐在谢书宇的身上 诗红的眼眶里是不受控制落下的呗 整个人气的声音都在颤抖 你怎么还好意思让风哥原谅 你们一定要逼死她才开心 你们到底有没有良心 我把风哥让给你们 你们就是这么对她 对不起 谢书宇虚弱地吐出这三个字变昏了过去 纵然从她身上翻身下来 又忍不住抓狂地扯向自己的头发 你们这群人渣 我明明那么信你们 可我也对她不好 我也是个坏东西 少女说着 单手遮住了眼睛 哭声音呀 哥哥 我错了 我不该不信 这么多年 你得多委屈啊 我后悔了 我不是故意那么对你的 她哭闹的动静实在太大 最终引来医护人员 谢书宇被抬去急救了 纵然却执拗地留在房中 她看着我 一步都不肯 风哥哥 你跟我走好不好 柳如烟她这么对你 再和她待下去你会死的 就当我求求你 她尚且青涩的面容中透着哀情 可我没有理会她 柳家保镖来接我时 我头也不回地跟着走 为什么 你不是向来最疼我的吗 她颤抖着声音 在我身后大声反问 为什么重逢后 你就指最亲近的人 我回味着这几个字 忍不住面上露出讥讽的笑容 当初说我卑鄙又恶毒的时候 你可没想过 我们曾是最亲近的人 纵然 你比起柳如烟也没好到哪里去 你们一样恶心 少女无措的身影 被我留在了身后 这一次 我没有回头 我不知道病房里的事情 柳如烟知道了多少 可从那天起 她就不再出现在我眼前 或许是她不知道怎么面对我 或许她始终无法接受 白月光早已变了质的真相 柳如烟逃避着见我 我只能自己想办法做死 再经历跳楼 咬蛇 割腕和将自己溺死 在浴缸里的一系列行动都失败 柳家看着我的人实在太多了 保姆无妈哭着 给柳如烟打了电话 小姐 求您回来看看先生吧 先生他快要碎了 柳如烟终究还是没有露面 只是这栋屋子里 所有可以置我于死地的东西 都被收了起来 就连窗户也被封死了 我没事时就拿脑袋撞墙 然后细数着柳如烟的祖宗 十八代台马 柳如烟并不生气 他开始有意无意地暗示 别墅里的佣人告诉 他这些天并没有去找容烟 他还开始给我送礼物 豪车钥匙 手表 领带 不同的礼物每天出现在我的床头 我坚持扔他就坚持送 有时候我醒得早 还能看见那个从我房间仓促离去的背影 我和柳如烟就这样耗里 系统提醒我 要抓紧时间来 我告诉他没关系 自有人会坐不住的 最先坐不住的是宋然 他来柳家找过我好多次 想要将我带走 为此 顾兮惊动了宋家的长辈 他用寻死威胁他们 要他们出面从柳如烟手上救出 柳氏如今是柳如烟做主 他倔起来谁的面子也不卖 两家各不相让 因此也闹得很难看 一度撕破了脸 最后 宋然当着柳如烟的面放了狠话 他说 要不是当初我被接走了 风哥身边的位置根本轮不上你 你不过是个捡到便宜 还不肯珍惜的小头发 这话终究还是激怒了柳如烟 那天晚上 我正是半梦半醒间 忽然感觉温软的身躯贴了过来 随之而来的 还有浓浓的酒气 一睁开眼 便看见柳如烟不满委屈神色的人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他 像是被抛弃的小狗伯 他紧紧抓住我的手掌 贴在他佩容的面边 老公 他说你的爱是我偷来的 他的声音透着一阵可怜的意义 他还说我不珍惜你 我没有不珍惜 我只是暂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 柳如烟 我不是你老公 订婚典礼刚开始你就离开了 所以我连你未婚夫都不是 我冷冷出声打断他 柳如烟被我的话刺倒 身躯正在半空 眸中的罪意逐渐消散 整个人再度变得清理 可随后他依旧选择了装作 壮入无视地继续挨着我 不会的 我的阿峰最喜欢我 他会是我唯一的丈夫 可我闻眼 也只是冷漠看着他 我说柳如烟 一大把年纪了 再演这些就没意思了 你要像以前一样坚持直舔龙艳 我还能看得起你 终于柳如烟被我的话激怒 他一拳砸在了我旁边的枕头的半只手 灯饰陷进柔软的 梁酒 我抬头 正对上他心红了眼 那我要怎么办 我出生下来父母就只把我当作工具 当初要不是荣雁支撑着我 我早就活不下去了 你让我怎么办 他痛苦地嘶喊着 声音中是浓重的绝望 过了一会 他又像找到了方向般放楼了雨掉 说到底 还是因为你以前做过的错事太多了没事 阿峰 我已经不怪你了 他疯了 你这个样子简直见得人头皮发麻 难怪荣雁不会爱你 你根本不配得到任何人的爱 过去算我眼下 住口 不知是哪一句话刺激到了他 他顾忌重施将我推抖 双手死死估着我的脖子 明明是你说要一直对我好 是你说要陪在我身边的 他看着我 声音是那么的绝望 你这是什么眼神 你不是最爱我吗 为什么我感觉不到你的爱 他嘶吼着 声音里是自己都不曾察觉地无助 泪水模糊了他的眼眶 可他仍旧执拗地看着我 试图从我面上搜寻到从前的爱 我被他掐的面颊冲去发火 却只是冷笑着看 对 就是这样 掐死我 别人吃我吸你吃枪大 最终 他在我要窒息前回过时代 猛然缩回手去 你再故意激怒我 你竟然真的宁愿死也不想留在我身边 那一瞬间 他向来宽阔挺拔的身影 竟变得有些像我 看起来狼狈极了 他弯下腰大口咳嗽 转过头又开始神经质地自我安慰起来 不会的 你还是爱我的 阿峰 浓浓的哭腔 泪珠在我肩头阴尸 我用力推开他 反手对着他就是一巴掌 柳如烟 要杀药别随你别 别说这些话恶心我 我冷声开口 柳如烟被打得侧过脸去 最后他沉默着起身 捡起掉落在一旁的外套 走到门口的时候 他忽然自嘲般笑了笑 许峰 你责怪我天心容颜 可你又当真清白吗 谢书宇如今为了你和容家决裂 宋然也一心都在你身上 你敢说自己和他们就真的没点什么 你说的对 原来他们对我这么好 那我更该放弃你选择他们了 我在他身后放声笑起来 柳如烟像是被我的笑声烫到 整个人几乎是落荒而逃 等到第二天 一个意想不到的人出现了 是容颜 按他的话来说 是柳如烟找他来 向我解释他们之间的关系 他穿着一身高定西装 笑容平和 只是刚坐下便是一声叹息 小鱼这样我也很苦恼 可他就是喜欢围在我身后转 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没理他 目光盯着他紧接的领带出身 可我这副失魂落魄的模样 却取悦了你 他笑得越发爽朗 其实你不用这么失落 你看哪怕你名声这么丑 书宇这次依旧为了你向我求情 要我改口 他真是很重视你这个地 他说着 动作优雅地朝我举位 这次他提到了另外一个人 宋然 在他刚被接回宋家的时候 可是天天跟我们提他的哥哥 他想回去找他的哥哥 宋家不允许 于是我就告诉他 等他变得不够成熟了 再出现在他的哥哥面前 他的哥哥会更开心 后来啊 他终于又见到他的哥哥 只是从那之后 他却再也不肯提他 究其原因 也不过是发现 从前在他眼里最好 最善良的哥哥 如今成了一个下流拜金的臭嘴丝吧 荣燕每说一句 笑容变深一分 他的眼睛一瞬不曾离开我的 迫不及待要从上面欣赏到崩溃的迷迹 可他终究没能看见想要的 面对他的话 我只是笑着开口回答 是啊 宋然很好 如果他肯像谢淑宇一样 研发假产品卖给你家公司就更好了 荣燕面色瞬间冷了下来 脸上的笑意尽数消失 搞垮荣家 为我证明 这就是我上次问谢淑宇要的实际补偶 这几年来 荣家转型做尖端科技 几乎大半的家底都投在了这次的科研新品上 可到了发布会当日 谢淑宇拿出来的研究成果 却是被淘汰了数十年的残字笔 荣家人实在很信任谢淑宇这个未来主母 他这下几乎是割到了荣家的经济大动漫 可纵然是这样 荣少爷依旧舍不得报警送女友进去 而是转头找到了我跳脚 我没耐心再听她废话 忽然举起桌上的水杯朝她砸去 在荣燕恍神的空倒 我走到她身边一把拽过她的领带 将她的脖子搅拢 但少爷 你现在可落到臭屌丝手里 我在她耳边滴雨 许峰 你这样对我 柳如烟不会再原谅你的 到这个时候 她还算冷静 可当她逐渐因为窒息 翻起白眼剧烈挣扎的时候 就再也冷静不下来 柳如烟带人赶来的时候 眸光第一时间落在我身上 视线相对的某一瞬间 我从她的面上 看见了一丝欣喜 欣喜什么 欣喜我终于坐实了罪 当着她的面对白月光出身 还是欣喜她又可以回到过去 站在道德制高点上 对我发起制裁 指责我的过错和不是 她说 许峰 先前的一切都是你装的 你果然死心不敢 我没看错你 她说这话的时候 面色阴沉的可怕 下一刻 我略微松了手 得以喘息的荣少爷声音 打仗跟我商量 我可以帮你出去 我不信你 真的 你不过是想证明 自己在柳如烟心中的地位 我帮你 我们可以打个赌 她说着 生怕我不答应 哭丧着脸朝我 挤出一个讨好的笑 我醋没听着她 低声在我耳边说的计划 到最后释然一笑 我点头松手放人 柳如烟在第一时间冲了过来 将不断颤抖着的 荣燕一把扒子 准备送她去医院 临走时她回头 深深溺了我 我希望你在这段时间里 能想好怎么道歉 荣燕对付柳如烟 果然有一套方法 送荣燕从医院回来后 她就撤了柳家 所有对我的看过 甚至她不顾无骂的劝队 叫屋内的保镖 将我赶了出去 小姐 求您了 您最后一定会厚我 我永远都不会 她说着冷笑一声 面上重新挂上 那副圣券在握的神器 仿佛她已经将 我这个人看了 我也配合着要赖 说我不愿意离开 越是这样 就越坐实了 我之前的折腾 不过是为了引起她的关注 柳如烟的面色越来越沉 荣燕说得对 我对你还是太纵容 你确实需要一个教训 直到此时 我忍不住低下头 轻声问她 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你究竟有没有一次 真心性格 她闻言猝起眉头 似乎想到了过去 我为她做下的种种 那些发自真心关怀和爱意 终究比不过年少时 雨天散言下亏来的惊恐一言 阿峰 欲擒故纵玩多了 就没用了 她面上有不人 可终究没再多说 只留下一句 让我好好反省一下 便关上门去 我转过身 看见了站在黑暗中的荣燕 在睁开眼的时候 我和荣燕同时 被人绑在悬崖上 不远处 站着面色焦急的柳如烟 宋燕和一群特警 放开她 我让你放开许峰 你听到没 我听见宋燕声嘶力竭的喊声 她数次想要冲过来 又被人拦下 挟持我们的人完全不理她 只是将目光转向了柳如烟 高声说道 刘总 你只能选一个 谁生谁死 就在你一面之间 柳如烟闻言瞬间沉了脸色 你们要多少钱我都可以 放了他们 我们不要钱 我们只要你柳大总 还失去最爱的两个男人 歹徒戏谑的开口 这使得柳如烟的面色更沉 我看见他使了个眼色 远处的狙击手已然就位 可下一秒 我身边的荣燕忽然发出一声 痛哭他被歹徒按着 脑袋探出了悬崖边 荣燕回过神来时 声音有些发颤喊了他一声 小玉 别管我 他额头上昨天被我砸伤的地方 还缠着纱布 此刻站在风中 如同一束随时会折肢的轻住 柳如烟的目光 在他额上的伤口停留了一会 有些恍惚 老实一点 身后挟持他的男子 猛地扯了他一把 荣燕亮呛着几步 看起来就要跌了下去 场妹的人瞬间心都揪紧 柳如烟面上的杀气 几乎快要化为实质 而荣燕则在侧过身 朝我看来时露出一个 隐晦的笑容来 你又输了 他说 身后被他雇来的人 却将他往悬崖边拉扯得更深 刘小姐 你要是下不定决心 我们就只能帮你做决定了 小玉 荣燕整个人几乎要掉下去 痛苦地喊着柳如烟的名字 柳如烟的手紧捏成全 对着歹徒们发出最后的警告 我不会放过你了 少废话 快点选 眼见着荣燕马上就要掉下悬崖了 终于 柳如烟的手松了开来 目光痛苦地看向我 他问我 阿峰 这一次也是你的谋划吗 不要钱 只让我选 你是想证明 谁在我的心中的地位更重要对吧 他说着 郭维自嘲地笑一笑 我纵容你太多次了 这一次不能让你再错下去 毫不意外地 柳如烟选择了荣燕 那一瞬间 现场寂静下来 一直被人拦着的宋燕冲过去 给了柳如烟一巴掌 而荣燕则是朝我露出一个得胜者的微笑 再见 说完他转身离开 而一直质顾着我的人也松了手 柳如烟见状 微不可查地松了一口气 许峰 别再用这种幼稚的手段来考验我 随即他的话卡在了喉中 因为我主动朝后退去 站在了悬崖边缘 只要再往后半步 我就会摔下去 逆亡于深海 阿峰 柳如烟颤声喊着我的名字 哥哥 你不要为了这种人寻死了 被暗在地歌上的宋燕哭得停不下来 他说 你回来 哥 往后的日子我们一起过 当初我错了 我不该因为极度逃避 我不该把你让给这个贱人了 而我则是轻轻摇了摇头 平静地看向他们 柳如烟 这是第一百零一次了 什么 你第一百零一次选择了荣燕 我是真心爱过你的 这期间但凡有一次 你选择坚定不移地相信我 我们都不会走到今天 我说着 看着他逐渐慌乱的神情 心中有隐晦的快意逐渐涌出 随即 我的目光转向荣燕 我说 你可能不知道吧 我还留了个礼物给你们 我指了指胸口衣衫上的第二颗纽头 这里 装了针孔摄像头 你刚才的一切言行都被直播了 我想回家 可我不想背着骂名离开 这些年受过的委屈是真真切切的 我不想在死后都一直被人说是小偷 明明最初的时候 我对这个世界 对所有人 是怀揣着满心的善意而来 荣燕的神情有一瞬间的慌乱 随即他又像是想到什么 定下神来 是了 连监控记录都可以伪造的荣家 操纵技术封掉我的直播间 不过轻而易举 在荣燕的想象中 我所谓的直播怕是连一秒都没能成功 可他终究在我的笑容中败下阵来 有些慌乱地躲过旁边人的手机 网上已经是铺天带地关于他的议论 荣是太子戏毒 附加公子哥罢铃 这样的词条不断冲上热锁 不少人拿出直播间的录屏回放当作证据 视频里 他承认这些年对我的诬陷 以及他那些调性的话语 全部一亲二人 眼见着一旁的柳如烟 也忍不住一脸疑惑地拿出了手 荣燕终于崩溃了 上前想要拍掉他的手机 可终究晚了一步 柳如烟猛地抬起头 面色惨白 死死盯着我 假的 都是假的 荣燕尖叫着指控的我 可随即想到了什么 环顾着四周 终于发现了 属于他的甜宠文女主角并没有报场 他的目光投向我 我毫不吝啬地为他解雅 是他帮我 连摄像头都是他给我提供的 所以 你们下半辈子就活在对彼此的怨队里 好好的互相折磨了 我说着 身体后仰 在众目睽睽之下 坠下悬崖 不 身后的哭声剑起 不知道是来自柳如烟 还是来自宋文 可我已无心在滚 溺入深海的瞬间 我的灵魂飘上半空 我看见柳如烟跪在了原地 面上满是泪水 望着我坠崖的方向 生生呕出一口鲜血 宋然甩开束缚住他的人 也想朝悬崖下重去 却在最后一门 被宋家的人拦住 而在远方的市区里 谢书宇正沉默着操控的电脑 屏幕上是不断被他刷上去的热缩刺 他的手腕上割开了一道烟红的口 正鼓鼓流着鲜血 而他只是侧头盯着窗外 两久后 他轻轻合上眼 语调轻柔的你女人 小枫 你一定很恨姐姐吧 没关系 姐姐替你报仇了 连自己都没放过 等之后再见面 哥哥一定会好好对你 在之后 我看见了爸妈慈祥的面容 和朋友们关切的眼神 就在我要脱离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刻 我听见系统的电子音播放 检测到目标人物意愿强烈 希望宿主流下去 任务完成 奖励已经发放 在醒来时 我看见妈妈激动地握住我的手 奇迹发生了 小枫 医生说你的病在一夜之间全好了 我再也忍不住 扑进父母的怀中 同他们相拥而弃 真好 我回家了 后继 又过了很久之后 我已经从医院回归到校园 在朋友和师长的陪伴下 重新开启了我的校园声音 某天 脑内又重新想起了系统的电子音 原来他是来做回访的 在他的带领下 我以灵魂的状态 再度游览了书中那个世界 见证了从前那些人 每个人的结局 柳如燕在亲眼见证我坠崖后 开始发了疯的报复荣燕 当年那些被掩藏的真相 由他一手查明 荣燕被他逼着 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向我道歉 可柳如燕并不放过荣家 他抱着同归于尽的气势 在商业上不停吞噬着荣家 荣家百年的根基 被他三年之内弄破绽 荣燕在雨天 跪在柳家别墅外 也没能求得他新闻 在之后他开始 整日整日的酗酒焙肥 完全不在搭理公司事务 后来他被柳家放弃 辞退了他总裁的身份 他一个人回到我们 从前读书的地方 一遍又一遍地 回味着我们的过去 某一天他开始科学 可他并没有当回事 依旧整日喝酒 在最终喊我的名字 他已经未来晚期了 我去看他的时候 他已经在小出租屋里 昏倒了三日 恍惚中他的灵魂看见 也只是痴痴地笑 语调轻柔 像怕把我吓跑一般 他说 他也快要死了 很快就可以到我身边来赎罪了 可我笑了 死的只有你 柳如烟 我在另外一个世界 获得了新生 从此之后 都会生活在阳光下和关爱中 只有你会像一滩烂 永远的堕落腐烂 我们永远不会再交集在一起了 就算要死 我们下的也是不同的地域 说完 我从他面前消失了 只留下崩溃在原地的他 之后是容焱和谢书宇 谢书宇当初割腕自杀 被家人及时发现抢救了我 之后他因为害了荣家的名声 被荣家针对 在柳如烟搞快荣家之前 谢书宇成了容氏和他们的大少爷 新的霸凌对象 从前折磨我的手段 被容焱千百倍地用给了谢书宇 后来容氏倒闭了 容焱跑去了谢书宇家 问他还愿不愿意再给他一个家 谢书宇开门迎他进去 然后在某个夜里 点燃了煤气 所有人都没能再看见第二天的太阳 宋燃一直憎恨自己当初的软弱 他活了半生 一直都在受人安排 这一次 他脱离了宋家 一个人去了偏远山区里之角 再没了音许 在梦中见到我的时候 他很惊喜 他说 哥哥 现在的我也像从前的你一样 懂得帮助别人了 看见现在的我 你会不会感觉到欣慰 可我只是面无表情的摇摇头 宋燃 你的事和我没关系 从你选择逃避 不敢让别人知道 那个从平民区考进贵族学校的男生 是养育了你七年的哥哥后 就已经没关系了 我们的故事在很早之前就结束 之后我有自己的人生要去经历 他哭了 想伸手挽留我